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23日,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人们都不愿意听批评的话,就包括本人在内 批评你都不高兴,表扬你心里没滋滋的 如果你听到批评的时候,你也能包容,虚心听取 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当然了,如果你是普通人,无所谓 你不当官,不影响别人 你爱不爱批评,爱不爱表扬,随着你啥关心,是不是? 关键是习近平如果不喜欢批评,就爱听表扬话 就完蛋了,中国正是这样 你看今天海外万维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讲到社科院网易中央被整肃以后 领导层高调向习近平表送 就是这样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的权力集中了他手里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由于他整天听这些假话 他就信以为真 包括给全世界指引方向 你看了是不是觉得可笑 就习近平就是一个大活人 他怎么可能给全世界方向都他指的 包括生态文明 就是加拿大这个绿水青山 都是他指点 他不指点,人就变成荒山了 是这么回事吗? 你想加拿大哪朝哪代都是这样 哪年哪月都不是哪朝哪代的 这个词用的不准确 我经常讲错 那上一场讲到那个 说王毅在美国 那不是 那日本首相安天文雄 在美国要见王毅 对吧 这个纠正一下 咱们一贯是事求是 咱们讲错了 丢仇咱不学仇 为什么 你讲错了吗 经常有大白字 对吧 因为咱们也是文盲啊 也是王毅大革命 那个文盲那一代嘛 要告诉你啊 就社科院出现了政治清洗 怎么清洗呢 就该院的院长 中央 中共党组书记 高翔 要求新任命 要求新任命的学者 都要什么呢 政治标准 作为首要标准的评判 要求新当选的学部委员 对党绝对忠诚 怎么可能呢 你想社科院是什么 社科院都是人才啊 方方面面的人才 对不对 自然科学院 往往是中共不太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它搞自然科学 就社会科学 往往就会有思想 就是观点 路线 想法 对不对 有的人不赞成你 并不是说人家不好 是因为他不赞成你这个理念 和你这个观点 你不要说 比如说吧 我关心中国的进步 有的人一点不关系 只关心自己的money 钱 物质力 就特别现实 那也是好人的 你不能说你不好人 世界就这样 是吧 各种人都有 你看有的人 他整天忙活了 就是 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 钱这一套 物质这一套 特别那些小女孩 你看那个 什么LV包 你不觉得滑稽可笑 背那个破东西 汪汪大文明 就是背着毛血雨露包 怎么叫雨露包 全是红颜色的 里面放个小雨露本 发在身上 走哪里 全是这样走路 是吧 当时那是风行一时 人人都被那个 胸前憋个大象征 金光山山 那绝对最荣耀 你现在想绝对神经病 就像再过弱干年 人们看现在的人 动不动 背一个 背一个 LV 那就是神经病 我就跟你讲 脑袋 这个脑袋有问题 全社会都有什么病呢 就是 崇尚这些东西 什么大牌子 什么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 不管什么东西 香包 好 美的就行 比较漂亮 你喜欢就行 根据你的生活收入 有那人他没钱 他也背个假的 是吧 这就说明 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人人背鱼路包一样 超傻 我要告诉你 是吧 这我给你们扯远了 就是基因平 现在搞着 就是抓了 这个当委书记 和这些教授 就社会院 有一些人不是 批评他们 他抓了 全换成自己的人 打了个样 就是给你 塑造一个形象 一个标准 一个典型 完了 从此以后 社会院 全是马匹精 你就拿 我的发小 就在张将来讲 我很了解他 你想想 我都和他一块 锻炼身体 就看毛泽东 写那个 相将评论 那个脑袋 看糊涂 特别 那时候爱好政治 想 咱将来 再干一番事业 说毛泽东 那时候 为了 干一个事业 就是年轻的时候 故意吃那残豆 就吃硬东西 锻炼胃 咱们也吃那东西 因为张将 我和张将两个 上那个 新年县 屁股镇 咽着那个大坝 一直走到里头 有个牛眼驼子 到牛眼驼上站 我俩做一首诗 我说你做头两手 我做后两手 再俩搞一个 就五言死 七言死 好 他做两手 我做两手 你看我那两手 多么狂妄 迎风支点 牛眼岛 三山五水 化尘埃 你不信 张将现在还是 社科院 原来是副院长 因为我在这视频中骂了好几次 我估计可能习近平的 这些麻痹精知道了 就把他给掉了 掉离了 他还在社科院 下边有个学院的院长 我插网站还在上面 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 张将 你的发小姜云平 讲你和他在 新建县 这个 劈口镇 牛眼驼子 你俩做了诗 前两手 我记不住 你问他 他保证记住 他记得超好的 他写头两两手 我写后两手 两手 你就看当时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迎奉指点的牛眼岛 他那个提拔呀 延伸到海里 屁股是有海 再往前 有个小岛 叫牛眼驼子 就牛的眼珠 这样的驼子 你知道 迎奉指点牛眼岛 三山五水化尘埃 咱手一指点 尘埃都化了 天地都变了 你不觉得 在挺狂忙吗 和习近平一样 我跟你讲 这个脑袋称 习近平 习近平叫驴踢了 咱也叫驴踢了 叫习近平踢了 这个年代 我真挺崇拜毛泽东的 因为毛泽东那时候 社会就这么个风气吧 你崇拜都来不及 是吧 学习毛泽东 我就看毛泽东 那个叫相江评论 这些什么农民运动 讲座 讲习手 我和张将一样 要有凶心壮志 改变中我 是吧 那时候咱们俩讲 董富贵无相望 他是考中国人民大学 考上了 我是梁山大学 我没有他考的好 他是相当知情 你看他当官以后 变啥样呢 后来我在新华社大林支持的时候 我俩的档案放在一起 他级别和我一样 刚开始级别没有我高 因为我进去的是 是胡语民 毕西志 于雪翔 他们一块给我档案 看新华社的面 就是暂时没有编制 把江云平啊 着急用这个人 先从大林那边吊水 放着放 等到新华社 辽宁分有了编制 再调到辽宁分社 结果没调进去 就编制就放那 那时候给我个编制 是政科级官员 我是中共大林市委 政研时在编的政科级 我政科级是张江才是科员 我不是吹牛 你毕竟问他 然后呢 张江又提拔 为处长一点上去了 好像是政研时副主任 就那个期间 曹博存来当书记 我写了一篇 就采访曹博存的稿件 就想曹博存改革开放 曹博存要讲的招商引字 写完了 我告张江 我说你给曹书记看一看 要差不多 咱就给他发了 好 他回去告曹书 是他写的 给曹书记骗了 其实我们写的 我们没有别 就为了工作 咱不需要拍他马屁 因为咱们到每个城市 都是崔彭昏市长书记 我可以报告就干这个了 我给你们讲了百分之百 你问问张江 妈的 要没有问 你爬上去 你瞎扯什么 后来当了 李长春办公室主任 这个张江 完了广东省理宣传部 部务委员 怎么管杂志的 我那时出事了 我给他打电话 想跟他谈一谈 他告诉他 他在开会 讲话匆忙了 我觉得没有 其实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缺乏耐心 我特别后悔 我应该找他 就张江老弟 你先别着急 我找他有点事 就一句话 其实我不能在电话前 我只是电话监听 我应该见他 告诉他我出事 薄写的要抓我 能不能把我藏在广东 或者广西 因为曹伯存和薄写有矛盾 要给我藏在广西 一点是没有了 广西那么大 我就藏几年 薄写就倒台了 是吧 我这个人就是 也爱面子 或者太重情义了 觉得很伤心 妈 你小的是到我家来吃饺的 我妈妈都不舍得 这一碗饺给张江吃 你问问他 就说那几碗饺 家人都吃完 最后我妈妈煮这碗 刚做也吃张江来了 我妈那人好啊 就为了他饿肚子 给张江吃这个碗饺 我永远忘不了这身 我就想这个家伙当了李长春办公室 后来当了辽宁省宣传部部长常委 我释放了 我打电话给他 他都不接 他秘书接了 我告他秘书 我说你告张江 我是江云平 我从监狱释放了 我找他要件事 他秘书说好 我说你一定传达给他 他说一定传达给他 后来我又打电话 他秘书接 我说你传达了 传达了 我说张江怎么讲 张江开会太忙了 张部长 我当时那心里很悲凉 你说咱俩都是疲狗 就这个关系 你帮帮我 你怎么不起来就能整你 你说这个小 你多不够意思 为什么我骂他以后 他姐姐在美国 打电话给江凤卿 江凤卿也是帮过张江 我们的老师 江凤卿是 普兰殿 镇作家协会主席 江凤卿跟我讲的 说江云平 你在别老批评张江了 他姐姐在美国打电话给我 他姐是一审在美国 我跟你们讲的是 全是真事 所以影响了他的仕途了 就西北下令 别人他是中科院副院长 是最最有可能提升上去 李长春秘书 你想想 李长春管艺术形态吗 然后现在把他调离 我查了一下 是中国社会院 什么干部 什么学院的院长 你们随时我的粉丝 到中 去找他 张江啊 江平又骂你了 骂你不够朋友 有了党性 你就没有了人性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人啊 完蛋了 我跟你讲 你忘了少年时代 我们讲的 孔富贵无想忘 对不对 你想你当年 在我最倒霉的时候 他也恨不起来 我说最倒霉的时候 你稍微帮帮哥们 哥们哪能吃着苦 到监狱了 他就死在里面 是吧 所以这个不够朋友 我就跟你讲 我是对的很好 我跟你讲 你问大连那些人都知道 你问刘远局 你问问高满达 你问问江峰青 我们俩关系好不好 就张江太不够朋友了 你就当那么小官 你就变了 还一天到晚 要改变世界 改变啥 所以综合院 我就从张江的事 可以看到综合院这些人 基本都属于这个类型 是吧 个个都是 为了这五斗米而折腰 断了脊梁骨 习近平给你们脊梁骨断了 你们稍微有点杠挺起来 敢于和习近平斗 和这个专制政权斗 中国就不是这样 因为你们是聪明 对不对 知识分子不都是这样吗 春江 虽暖虽暖压陷制 对不对 知识分子 现觉醒 带动人民群众反抗 非常可惜啊 中国这件知识界 完蛋了 全面的堕落 我就刚讲吧 你包括一些作家 诗人 书法家 什么电视剧的编剧 导演 我不多讲了 是吧 那些大学教授 你看有几个 有点就是 无私奉献的精神 全部变成精致的 利息主义者 所以他这一抓 真好用 咱们回到这个 不讲私人的问题 咱们 我不过度批论私人的问题 他这个事 我实在太生气了 你比如问问 我上述所讲的事 所设计的人和情节 全部是百分之百所失 我现在趁着健康 以后就 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我 你说我要造好 他不来告我吗 他敢和我俩对付公堂 在加拿大打这怪事 他不敢 为什么 我讲是真事 你们问问 但愿江峰青老师还活的 还有张宠谦 这个 还有个老师姓张 就是新界线文化馆的创作员 张琼 对张琼 张琼 张宠谦 张宠谦写诗的 他那诗写最好 一首是叫 老张的手 你问问刘元局 刘元局还健在 我放了以后 刘元局对我挺好的 还邀请我 吃饭了 在深圳 刘元局 但刘元局胆小 也是被共产党打断了脊梁骨的 高满堂更是个马屁性 被共产党吹捧的 现在还有钱 一万富豪的 我要告诉你 共产党为什么能维持到新天统治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 断了脊梁骨的知识分子 才能欺骗人民 中共的世界 中共这个将 中共政权将垮掉 中国将打变 到那天 你就会知道 我江云平站的立场是对的 跟着中共会没有前途 我告诉你们 所以这篇文章讲 中国社会官网 20号 院方新委任的九个学者 做学部委员 就马屁性 委任这几个人 更是断了脊梁骨 恰恰他处分这些人 是真正的油缸的人 真正的战士 就他们良心为敏 他们看到习近平不作非为 肯定经常批评他 是吧 有的人说是他泄密 就讲到习近平有病 三中全会挫败以后 脑血管差点蹦了 是吧 脑血酸躺下了 然后躺了几天 做了微伤手术 手术 他好了以后 他又把那个 做手术的医生给干掉 我相信 他能干出这个事 你看华佗不就是 华佗无奈小 小从河 毛泽东都感叹 是吧 那华佗不就是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独裁者 同志者 他都这样 一心中 他为了自己 要不惜这些代价 你给他治完病了 以后 你知道内情了 然后你嘴上拔不住门 你跟别人讲了 很快就扩散 对不对 包括这几个学者 可能是因为这个事 所以这篇文章讲 是高翔啊 填补八月份 被撤换的经济所所长 书记副所长的职务 因为社科院很大 各方面经营啊 都放到那个 一些所里边 就所里还有当委 就为了监控 这个知识分子的思想 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改变 很重要的原因 共产党采取 收买和打压 两种手段 对付知识分子 你看这个铁宁 是共产党收买的 是吧 作家协会主席 收买完了以后 还收买下边 若干个部门的人 给你一个职务 你这个职务 连带着物质力 就等于给你 包养起来了 当官 为什么包养小三儿 你只能和我干 这哪是泡友 你不知道别人有泡友 对不对 因为那女的器官 长得自己身上 跟哪个男人都一样 对不对 她为什么就选这个贪官 包养 我给你钱 这是一种交易 肮脏的交易 所以中共对这些 什么作家 诗人 书法家 画家 什么 电视剧啊 编剧导演 为什么那些人 为他们卖命 包养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有表达的能力 文字表达的能力 有什么感召力 骗的能力 他通过他骗 你比如说 你编个电视剧吧 你想共产党好 老百姓看完 小人眼泪巴沙的流 是吧 就你明明知道 这是骗老百姓 你为了你的物质力 你就要想三十 你明明出面 出面女人 这个不明 是一种耻辱 对不对 你爱谁就可以谁好 但你要为了钱 就是一种耻辱 对不对 那两回事 但有的人他就愿意 为什么 精神品格不行 为什么人瞧不起 这抱养的女人 那一女人不觉得 不觉得丢人 为什么 这多好 从创丹这头 宝那头 假装哼哼量身 满足贪官的 这个这个雄性的满足感 我就可以获得房子 车 甚至 金银财宝 你还有的 那温哥华 有多少的女人 那钱多得很 你就看你花钱 全市现金砸 哪里来 包养 对不对 中国的作家 为什么不能很少 成为诺贝尔 讲的 文学获得热 因为你是包养的 你讲的话 是想要你的 你的大老板满意 对不对 你狠狠是让 让这当官的满意 当官别人都养伪 你还假装 他狠 为什么 让他满足 我说全呆 哎呦 我这个雄风 怎么怎么样 是吧 猛男 就一样 我就跟你讲 是吧 我跟你讲 很实在 他这个抓这些学者 就因为这学者不听话 你们竟然散播的坏话 换上一匹马屁型 那么这些马屁型当中 很多都是两面人 就像中国家 现在如果民主转型了 保证一大批作家 试人出来了 哎呀老江 我早就支持你 到处找你找不着 当时我准备了一百万 准备赞助你们 就是找不着 甚至讲得眼热八擦 你不要相信 我告诉你 你看刘晓波生前 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他就讲 在北京就是 是吧 有些人在九桌 九桌上砍下 砍下来 那都有自由思想 是吧 实际上变成两面人 就是不利自己 他心里明明白白的 不应当搞分之欲 比如说张展吧 上海那么大 没有人知道 是 共产党不报道 知道人很少 但是知识分子 会翻墙的好多呀 企业家有很多翻墙 会翻墙 但是他们都保持沉默 为什么 不敢 对不对 你不能说人不敢是不好 就因为是人保护自己 趋利弊 还有人的本能很正常 在理解 还有人是什么 还出卖别人 他不 他不敢挑战 他还出卖你呢 为了物质利益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 比如说你回国了 安全局找你 经常回国是吧 去不去华盛顿 那去呀 去华盛顿 怎么样 都做什么 他就开始了 是吧 做做工作 然后让你监控那些 魏京生等领军人物 然后拿钱 要怎么唐元军 什么王叔 王叔就犯错误了 是不是 然后你办个出版社 办个杂志 办个媒体 你吹捧吹捧 这个什么什么事 慢慢造造假 是吧 甚至求当官的 放过贪官的儿子 是吧 能拿点钱 你不都这些人 要不怎么 FBI定了 你不给你身份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人这个物质利益 是一些人 这个东西 完了 是吧 所以这个身份院 这么一变 他又抓了一些 又捧了一些 这样就造成什么呢 分化 知识分子就分化了 极少数还在坚守 太少了 虽不怕坐牢啊 你想想 你怎么恪求别人 去做牢记挑战强权呢 大部分人都变成什么 变成两面人 心里什么明白吧 但是忍气吞声 一人认 敢弄不敢言 弄了再弄 还是要什么 把碎了牙咽到肚子里 为了什么呢 无斗你遮药了 是吧 妻子儿女 你们家人 太子小孩 也苦闹啊 你爸爸妈妈说 哎呀 别惹事了 咱们每个月 都靠着薪水呀 铺的魂滑 那知识分子没办法 对不对 中国就这个显示 所以共产党超狡猾啊 那么这篇新闻是 香港星岛日报 中国观察报道 他说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近日发生政治地震 为该官方智库十多年发生了间谍案后 再次出现了重大政治案件 导致该所领导全部换了 那么政治案件是什么 就是泄露了习近平有病 有病你算个啥玩儿 你有病不应该告诉老百姓吗 你看美国加拿大 你有病不在公共吗 他这个政治体制就骗老百姓 什么都变成国家机密了 是吧 领导人放个屁变成国家机密 你搞破邪也变成国家机密 你是腐败 对不对 人肯定带给你报道 很正常 谁叫你当公务员 你别当官 你别当官 爱怎么搞怎么搞 你看你一万富豪走哪里 好几个小三 干你啥事 你自己的钱 只要那小三越来包羊 他就给他包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 现在这个案子是很大一个案子 你看这里讲 他这里讲到 这个出生在69年的朱鸿鹏 早年是社会院 经纪所常务副书记 经纪所常委副书记 就是所长还不是常委 他们反正都是党的控制 副所长 也是社会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主要研究公立愿改革 健保制度 但文章中 中规中矩 从未指向体制性的这个问题 早在16年 朱鸿鹏参加一个主题为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论坛 谈及医疗监管是曾有亮点的内容 他说监管当然一定要配套制度 比如要有一些强制性的资讯 揭露制度 整个社会治理 整个社会治理这个机制用好恰恰是社会就更好 他讲的对 这个意思就是心脏绕披露了 就这个人被抓 你看他这里透露消息 其实已经告诉你什么原因了 他说他过去是负责什么的呢 你看这很有意思啊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负责什么呢 社会院他不如研究政策啊 这个政策的重点 沿公立医院改革 健保制度改革 他肯定解除什么 301医院 明白了 由于他研究者和医院混得很熟 他听到医院的风筝 说习近平得了脑血算 三农全会开了四场 四天 还是三天 习近平就参加了一两天 然后呢 在这会场上提出一下 把朋友整上来 董事长整上来 到军方 没通过 然后呢 大政方之前搞的帝王制也没通过 结果呢 元老们 新贵们 好多能围攻 这一上火 蹦了一声 脑袋出血了 倒下了 抬走了 抢救 现在抢救过来了 危创手术啊 有一个医生 说啊 这个医生 医生叫上什么上 那个医生 哎 你看 这个朱恒克知道了 回去跟索利一人讲 索利一人 刚开始蹦高的 盖 最好是别给他救过 要死 保证是这样 知识分子不都这样 张江帮人也是这样 骂的 你早点死才好 李长寿也恨习近平 对不对 你想肯定是这样 李长寿不是江派吗 但他不敢讲 一定他也恨 是吧 这个小狡猾 这个张江狡猾 为了个人利益夹招吹捧习近平 张江文笔好 我跟你讲 就我们那一查 就写作最好的评论 是张江写得好 在刘准利写得挺好 可惜刘准利 雄英年早逝 那个人非常仁义 就人非常好 但英年早逝 还有个叫刘汝达的 小说写得好 是吧 杀人长小 小说写得好 就我们的新金帮 全是写作的文人 全是当地大文化 不吹牛皮 刘准利写后来是 报告文学副总编 是吧 高满堂的 更不用讲 那真是入了一贯 但是帮助这个 共产党跑 跑跑臭脚 我看不起 是不是啊 江峰青 思写得很好的 能脑袋 给共产党 共产党洗 也给他洗的差不多 是吧 这很有意思啊 我这样讲 你们别生气啊 我跟你讲 我的朋友 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但是我不爱共产党 共产党能把你们 驯化到这个程度 包养到这个程度 我一直感到 学队确实是 这个感到有点 惊讶 惊叹 这些 这个事已经披露出了 就是这个朱恒森 因为什么出事 他的出事 就是泄露了 习近平健康问题 而习近平的政权呢 把习近平放个屁 都列为国家机密 因为习近平 比任何人都胆小 好 我告诉你啊 胆小的政权 不会长久啊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好